沿着旅客足跡仔细清销 11日傍晚抵台的土耳其航空 从伊斯坦堡飞抵陶机 先验出14人阳性 接着联合航空又有17人阳性 11日整体阳性率逼近10% 新制上路境外确诊者大军压境 卫福部长陈时中指挥官王必胜 赶紧到场视察 晚上是顺利很多 然后今晚上在紧急把裁准的仪器 相关又阵列比较多 出门的时候就把胶 层层把关审视流程 也扩增60台分析仪器 同时有101台加快裁减速度 隔天一早马上派上用场 天还没亮地一般长容布里斯本 飞台北搬机 10人裁减都是阴性 但后续还有4架搬机超过170人 疑似在验处超过2例阳性个案 多辆救护车紧急待命 要直送阳性确诊者去医院 王必胜一早也到淘机 视察最新状况 今天就当然顺很多了 比较顺利很多 因为各方面都资源都有到位 我讲说除了检验 这个量能扩大很多以外 这个人员也熟练度 那其实有一些小细节影响很大 比如说名单 昨天比较不清楚 那我们都把它改善了 34师傅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高峰 所以还是要把这个量能准备充足 长城航班全面落地PCR裁件 新军上落地而天 扩增仪器改善流程 凭检验时间缩短到40分钟 更要把病毒完整阻绝境外 华语新闻陈明彦 无名夜白云飞讨人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